新北市今天新增一例確診個案 一名婦人因為賠病需求 到醫院採檢確診 感染源帶釐清 而據瞭解 他平常在市場做就醫回收 曾經到過臺北的新德市場 以及桃園的大南市場 加上家住在新莊足跡遍及雙北桃園 今天新北市的新增確診個案 一人 新北公布確診個案 一名婦人因賠病需求 到醫院篩檢確診 雖然CT值37傳染力相對低 但並非居家隔離因轉陽案例 感染源帶離清 他是在市場做就醫回收的工作 所以他是因為要去擔任陪病的工作 所以去這個急診去採檢 那當天凌晨是陰星 那下午再採是陽性 新北市府同步公布足跡 確診婦人8月2號跟9號 兩度到過台北新德市場擺攤 8月341號疑點到桃園大南市場 再加上家住新莊足跡蔓延雙北桃園 有在那邊賣舊魚 我不知道是 我沒有不敢走去那邊 生活大小事離不開市場 人流多足跡就多14號公布的確診足跡 新莊育民市場也連線 進市場防疫措施不可少 雖然足跡騙擊 但人潮買氣不受影響 時封假日婆媽阿姨大包小包 不少人出動買菜籃 要把一周份量一次買回家 鏡頭轉到觀光景點 深坑老街好熱鬧 放言望去老街滿滿都是人 疫情趨緩民眾跟著出門透氣 再加上內用 深坑老街恢復七成人潮 開心逛街 防疫更要落實 經濟要救 防疫也得顧 區公所每天巡邏五趟 高舉手牌提醒遊客 記得戴口罩 玩得盡興 但別靠太近 記者 綜合報導